赵匡应所创建的大宋王朝 他的城市文明 他的工艺制造 他的科学发展 他的航海的技术 以及当时中国在整个 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地位 都达到一个空前的地步 一直到后面的元明清 都没有办法超过宋朝 从唐宗叶安始之乱以来 将近200年的动乱 血腥、菩萨、兵变 在赵匡应手上尘埃落定 赵匡应是中国历史上 非常少见的帝王政治家 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历史和李一兄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位 秦皇和唐宗宋主 宋太祖的故事 也是我们大人四人系列第五讲 宋太祖他跟前面几位比起来 似乎名气没那么显著 而宋才又被人为是一个 肌落不正的朝代 所以很少人注意到宋太祖的工业是什么 然而他却真正的终结了200年的 地方割据大乱事 把中国又做了一番新的调整 可以说开启了中国一个新的时代 宋朝在科学成就上的辉煌 还有他被低估的武力上面 其实跟他都有很大的关系 可以说他以一人之力 改变了整个中国朝代的属性 今天的互来座谈历史讲堂谁来谈呢 当然要欢迎我们的王立宝老师 来跟大家好好谈一谈 想好 诶 主持人好 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请学校来跟大家分享 哪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宋太祖赵匡应 太祖赵匡应凭什么进到大任私人系列 跟前面秦皇和唐宗做比肩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过去一直以来 我们都认为说宋朝是一个文弱的朝代 因为积弱不正 所以长期以来受到北方的契丹人 以及西北的党向羌人 就是西夏国 另外后来崛起的女真国 在边疆的战争上面 他始终是居于一个下风 宋朝的疆域也是中国所有 所谓的正统王朝当中 算是比较小的 北宋的疆域大概有人算过来 大概260万到280万平方公里 比起当年秦始皇建立第一个 统一王朝的时代都要小很多 为什么因为长期以来 早就已经是中国领土的 燕云16周自然不在话下 另外像辽东像河套河西等等 这些地方也都被外族所占领 或者是已经独立建国 被外族所建国 所以北宋疆域相对而言就少了 非常的多 这个王朝还有一点就是 上天给他的历史包袱也太沉重了 为什么呢 丢掉燕云16周 对当时中国的国防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各位不要小看燕云16周 燕云16周大概就今天河北的北部 到三西的北部 这燕云16周刚好就是中国古代 尤其是华北这一带 最重要的一个防卫地带 因为所谓的长城的防线 就在这个地区 出了这个地区之后 基本上就是一马平川 对不对 三西那里在娘子关这一带 还可以设访 之外 河北这里是一马平川 完全没有办法阻挡 北方游牧民族的 这种骑兵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所以这个宋朝一开始就面对一个 这样一个不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宋朝虽然有这一些先天不利的一些状态 但是我们用这个近代中国大使学家 陈颖雀先生的说法 叫做我国古代之文明 至两宋而登峰造极 赵匡应所创建的这个大宋王朝 这个南北宋加起来三百多年 他的城市文明 他的工艺制造 他的科学发展 以及他的航海的技术 以及当时中国在整个世界贸易中 所占的份额 占的地位 都达到一个空前的地步 这个基本上我个人同意 陈颖雀先生的说法 中国古代文明到宋代的确是登峰造极的 我刚讲那几个优势 一直到后面的这个元明清 都没有办法超过宋朝 所以说宋朝在文明的程度上面 确实达到了一个优势 那各位一定会觉得很纳闷 一个如此文弱的王朝 为什么会达到我们刚讲那些成就 是跟宋太祖赵光印的帝国政策 其实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五代十国时间不算很长 但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实际上中国已经乱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从这个安史之乱之后 中国就是反正割据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大唐 李唐王朝所控制的地区其实有限 各地的节度使是手握重兵 而且这个节流地方的财政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了 如果我们从安史之乱之后算起 到这个兆匡印 即位为止 中国大概已经乱了大概150年以上 各位这相当长的时间 陈桥兵变黄袍加深之后 他所要面对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一个国家 一个长期以来政治不上轨道 然后兵为将有 各地的士兵跟将领会任意拥立 所谓的这个地方领袖 各位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只要稍微手上有点势力 有一些兵力的将领 他就会突然间发动像军事政变一样 这个拥立他自己的领袖 所以这个国家上乱到已经到了无可附加的这样一个程度 所以赵匡印要面对 还要必须要收拾这样一个局面之外 还要改正这样一个风气 还要建构一套新的制度 能够让国家长治久安 从这几点来看 这个皇帝不单单必须要是一个军事家 他必须也是一个政治家 尤其是政治家 赵匡印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少见的帝王政治家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背景 很多历史学家喜欢说他是一介五夫 其实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 当然他是起于杭武之中没有错了 他的父亲赵匡印 其实就在后唐跟后汉时期 就是担任很重要的将领 他的祖父叫赵靖 赵靖曾经担任过 这个银州 简州 桌州 山州的赤史 那他的真祖父赵庭 在唐朝还当过御史忠臣 其实严格讲起来 我们大家都忘记一件事 就是赵匡印其实是官宦人家出身的 他的父祖辈的官嫌都不低 至少是太守以上 御史忠臣相当于今天监察院院长 这边稍微帮学王补充一个很有趣的背景 就是大家不要忘了唐朝的读书人 除了个别厉害的部一之外 唐朝读书人主力的还是以释迦关系 即便是寒门 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这么说吧 赵家他不是自愿去七八打仗 而是在那个时代 你至少也要有个七八打仗的本事 这是一个很常态的 只是说他们的家的家底 其实是个文官家庭 据说他祖父还在的时候 就很重视赵康英的教育 他的父亲也一样 根据这个正史记载 他们小时候他家就请家教到他家来 教他读书 他的父亲赵宏英算是一个将领 但是正史上记载说赵宏英好如是 然后仿求古籍 就是他们家收集了很多的书 所以赵宏英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军人 他受过良好的教育 就跟当时所有的将领 这样一个群体来相比的话 他受过一个良好的教育 这是他非常不一样的一点 那赵宏英因为我们刚刚讲 他毕竟还生在一个乱世 各位你看一下五代十国历史 你就知道梁唐进汉州 你从后进后汉到后州 这三个朝代才差了十几年 也就十几年之内 中央政府三度兵变 三度换人 后汉只有四年 只有四年 对啊 所以基本上完全就是由底下的将领 军官们突然间发动兵变 用力一个他们心目中 他们认为理想的这样一个将领 然后就把原先的小皇帝赶走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当时整个国家状况就是这样 那赵宏英就在历上记载 他就在后进年间 18岁的时候 先是在他的父亲的介绍之下 投入到他父亲的好朋友 这个富州防御史 王彦超的门下 从一个衙兵开始当起 什么是衙兵呢 轻卫队 各位不要认为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太好听 但其实地位不低 轻卫队 通常是出生比较好一点 然后也有一些武功的 就是有练过武的 有一些军事训练的跟底的人 才能担任所谓的亚比 之后我们知道当时国家动乱 他也转战各地 他也换过几个老板 跟过董忠本 当时的湖北随州赤士董忠本 后来有一段时间 他还在江湖上流浪了一阵子 被一个人给看中了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当时的后汉的苏密是郭威 郭威就是后来的后州太主 郭威是个了不起的人 郭威在位时间也不久 但是郭威已经开始意识到 国家如果要好好把它收拾好 就是不要再有 我刚讲的这种混乱的状况出现 除了国家军事要统一之外 也必须要用一些好的人才 把国家的制度建立起来 其实郭威可以说是 第一个开始有这样的意识 的这样一个开国者 郭威有一个养子很重要的 就是后来的后州四中财荣 有人认为这个五代的统一 是从财荣开始 但我刚刚已经讲 其实郭威也很重要 后州四中财荣就成了 赵宽颖很重要的一个贵人 财荣看上了赵宽颖 认为赵宽颖勇敢 而且散战 而且很有谋略 就把他拉到自己的帐下 甚至有记载 他跟财荣还是结拜兄弟 另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将领 像死守信 高怀德等等这些人 都成为财荣的一个麾下班底 基本上就是以财荣为中心 建立一个以青年将领 为主要成分的这样的一个班底 财荣因为他被郭威收养 当时改名叫郭荣 做一个补充 这里很多人会很混乱 因为宋朝确实在这部分 有篡改历史的嫌疑 原因是这样子 因为当时有一个状况是 他们起兵之后 他们所有的家人都是在京城 这个就是曹操以来发明的 把家属统一收管 谁敢叛变全部斩掉 所以当时一起兵之后 郭威的孩子 就是自己的孩子统统都杀掉 一样财荣的孩子全部都杀掉 但其实财荣很早以前就被郭威收养 而且就姓郭 他一直都跟着姓郭 因为财荣跟郭威是有血缘关系 他事实上就是 这个郭威的姐妹的孩子 是外甥 但以当时来说很常有这种收养关系 财家一直都姓郭 一直到了灭国都姓郭 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为了要削弱财家的一个正当性 所以就把财家的还姓为财 所以他们宋人在写历史的时候都说 后周是一朝两姓 原因是因为要削弱后周的正当性 减低兆匡印 篡夺后周的一个不正当性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这个事情 就是他还姓其实是在宋代的时候 所以后周逝中实质上带他当皇帝 甚至在他还没当皇帝 跟着他的养父郭威 其实很长一时间 他一直都真的是逝郭威信过 这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以财荣为核心的 建构了这一群青年将领的群体 就成为后来正个宋代 能够统一天下的一个基本的班底 所以这个班底不是只有赵邝印在用 后来他的弟弟太宗赵光邑也在用 基本上赵邝印这一生 开始开启他这一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高频战役 这个后周基本上是从后汉的手上拿下江山 但是后汉并没有完全被消灭 当时还占领了今天的三西河东捷渡史的故地 就是今天三西省这一带 以当时的三西的手朴晋阳 就是今天的太原为核心 建构了一个王国 那这个王国虽然范围不大 但是他背后有契丹的支持 我们知道契丹这个时候成为 当时对中国整个黄河流域 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 第二任契丹的皇帝叶绿德光 曾经一度还占领过 还消灭过后劲 一度还短暂的占领过整个华北 虽然后来这个契丹退走了 但是他对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的发展状况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当时契丹就在背后支持这个后汉 当时已经叫北汉了 就是三西这里 所以才准备再把黄河流域的主导权 就北方的政权再把它夺回来 西元954年就是柴隆刚即位的时候 就爆发地上高频战役 当时北汉跟契丹的联军 联合这个南下发动这个战役 就在今天三西的这个泽州这个地方 高频之南的八公园这里 北汉军跟这个后州军遭遇 这场战役其实规模没有很大 有人做过考证 但双方参战的兵力就是几千人 但是是精锐进出 是由刚刚即位的郭荣 就我们刚讲的柴荣 亲自率军 这场战役一开始刚接触的时候 据说对北州军来讲战况不虑 因为这个契丹跟北汉联军占据地利上的优势 他们居高零下向下冲刺 所以力量比较强大 一时之间这个后州军有被击溃的害死 甚至他的右翼的几支部队 已经开始往后退了 所以有可能会全线崩溃 这时候双方参战的什么 当然有点像我们今天讲 叫做预备队 他在后面压整预备 当他发现右翼开始有溃退的状况的时候 各位不要看他这个时候晚年时候胖胖的 他年轻的时候非常英勇的 他立刻就带着他的预备队不等柴隆命令 当机立断立刻往右翼补上去 直接就地斩杀了退却的将领 然后高喊不准向后退 然后把右翼的队伍重新整理好之后 立刻补上 他这一座让整个后州的军事就大震了 然后向前发动猛烈的攻击 一举就把北汉跟七丹的联军给击退 而且还斩杀数名七丹将领 各位这场战役很重要 为什么就宣告了战时 秉除了七丹人对华北地区政局的影响力 也让北汉这一个在七丹背后 所支持的这一个政权 没有办法再把开封朝廷的主导权再夺回来 所以北方的政局就稳定了 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 赵光应也在这一战之后 确立了他在郭荣心中的地位 他是非常可靠的 小勇善战而且必要的时候可以成大事的 高平战役不久之后 柴荣就将这个禁军 就所谓中央军加以扩大 赵光应就被任命为所谓的殿前督点检 各位督点检相当于我们今天讲 就是禁军总司令 等于是皇帝之下第二号就是他 郭荣在打赢了高平战役之后 也开始继续他的统一战争的步伐 他当时环顾四周 大概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国家 像南唐 像后蜀 这几个比较大的国家 但也都被郭荣陆续打败 像南唐江北的土地 基本上已经被郭荣全部拿走了 另外在后蜀一样 后蜀在散南 就今天汉中的土地 大概也都被后洲几年的 这个征法就拿下了 不过我们知道柴荣后来回头北上 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周的战役当中 一年早逝39岁 很可能是中风 我们从史书来看 一年早逝 他收复了一末亿三周 但是准备要进博幽州的时候 就今天的北京 就没想到一下子就病倒了 然后回到开封之后 没有多久就死掉 由他七岁的儿子 财忠讯即位 当时叫郭忠讯 当时人心就开始浮动了 其实这时候赵匡英的力量 已经非常大了 殿前督点检之外 他底下的那些将领 就我刚刚讲 那一群青年的将领群 大部分都是拥立赵匡英的 所以赵匡英就发生了 我们历史上很有名的 城桥兵变 对不对 所以又有人说 赵匡英是一个卑鄙的 一个篡位者 但是我们要看一件事 他后来还愿意善待才家子孙 这点还是不容易的 就在后周显德七年 西元960年 发生了所谓的城桥兵 城桥兵变其实就跟 我们刚刚讲前面那几个时代 里面的那一种所谓的 底下的将领 用力一个领袖 继承大位的状况 其实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差别 赵匡英在他的弟弟赵匡英 以及死守姓高怀德 这些将领的拥护之下 反而是说要出兵抵抗七单的 后来直接就回师 这个黄袍加身之后 回师开封 请这个小皇帝下台 基本上没有遇见什么 太大的阻碍了 只有一个将领叫韩通 反抗过 但是也被杀了 但很快就很顺利的 拿下政权 实际上赵匡英得到政权 是顺理成章的 我可以这样讲 因为兵权在他手上 他又有很高的声望 那财宗迅是个孩子 的确也不适合领导当时 局面还没有稳定的国家 历史上的宋朝就在这一年 就算是开始了 这个是北宋开国的一个地图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甚至有一些后洲 原本历史的地方 他也不是完全臣服于 北宋的一个统治 所以状况其实还很乱 大家可以看这么多的政权 很多你在历史上 可能都不见得听过 不过确实经过郭荣 后洲世中几年的征伐之后 当时后洲已经无可置疑的成为 中原的霸主 除了辽之外 即便辽也很难硬刚打赢他 宋继承这个局面 其实还是不错的 不过这里确实有几个点 第一个当然随后在统一战争当中 宋其实是先南后北 这一点跟郭荣一下南一下北 打法不太一样 这个战略的成功 也使得北宋到了太祖驾崩的时候 他的弟弟就是太宗 就是赵匡义 当然后来他即位之后改名赵九 上来之后 这个局面已经是打开了 只剩下北汉还在富于顽砍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很多人会去横向比较说 到底宋太祖跟五代的其他几个强者 差距在哪里 我刚才讲到的后周四中 是五代的最后一个霸者 五代可以说有三大霸主之称 第一个是开五代之先的朱温 朱全宗 第二个是后堂庄中吕存旭 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图卡上看到的 郭荣就是后周四中 我们来请教一下学长说 三大霸主当时都称霸过中原 都成为最强者 虽然说都无力快速的荡平南方 在当时都非常的具有影响性 可是为什么最终是都输给了宋太子 可以比较一下 我们刚刚已经稍微讲了一下郭荣 我们先看一下朱温 其实朱温我们从正史上来看 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暴虐的这样一个人 他主要的身亡是来自于 他刊定了皇朝之乱跟秦宗泉之乱 所以他当时在中国一度也有很高的声望 但基本上这个人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理想 称不上有什么政治头脑 他就完全是一介五苦 所以他后来用很粗暴的手段 串夺了唐代 而且还等于是毁掉了唐朝 他把首都从长安迁到了洛阳 不久之后又逼死了唐朝 最后一任皇帝唐埃宗 所以基本上朱温也就是这样 他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建树 也称不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理想跟作为 就是一介五福 他这一生可以说大部分时间就在战场上度过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这后唐庄宗李存旭 以前李存旭时代一度很有机会统一的 他除了当时整个黄河流域已经刊定了之外 当时中国各地尤其南方那些歌剧师弟 也都向他称臣 但李存旭这个人就是一句话讲 叫有善死无善终 这个李存旭早年的时候后唐庄宗李存旭 早年的时候曾经一度是非常英明有作为的人 但这个人到了后来这个自得意满 这个所谓政治的状况也都败坏很多 请注意关键词朱温跟李存旭关键词就是政治 他们两个人都是很杰出的将领 但他们两个人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一个作为 他们没有弄清楚就是一个国家的统一 除了要有强大的军力之外 很重要一点是你要有能力去规划去建构 长治久安的制度 这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像郭威就比较好一些 郭威晓得劝科农商 晓得巴卓文人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率的 比较正常的政府 郭荣也是一样延续了这个郭威的政策 但是真正把这一套立国的宏规 真正把他确立下来的还是赵宽颖赵宽颖赵宽颖赢过他们 就是刚刚这个学弟说的这三个所谓的霸主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政治上树立了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规模 他有许多重要的作为在政治上 比如说强干弱智政策 强干弱智政策要先从杯酒士兵权开始讲起 各位什么是杯酒士兵权 什么是强干弱智 中国近代因为鸦片战争的关系 因为中国老是战败割地赔款 所以大家一讲到宋代就很吐血 我可以告诉你宋代的地位开始变得很低 是从清朝末年才开始 在古代宋朝的地位没有那么低 另外像汉武帝 汉武帝在清朝末年之前根本就是个暴君 各位知道吗 在古人的笔下根本就是个暴君 其实赵宽颖他之所以会有 我底下讲这些作为 原因是因为他已经看透了这个时代的弱点在哪里 如果不做改正恶性循环会永远存在 比如说他为什么要杯酒士兵权 很简单 他要将过去兵为将有的这种状况把它改变掉 他要实现很重要 用今天的话讲重要一件事 叫做军队国家化 从此之后国家的军队全部归书密院管理 归书密院管理的部队叫什么 叫做禁军 什么是禁军呢 就是中央军 军政军令一切统一 从此之后中国的军人跟中国的士兵 通通纳入文官体制之内管辖 各位这是全世界最早的军队国家化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从此之后两宋三百多年再也没有军阀割据 基本上没有什么降临造反的动情 各位三百多年 国家没有发生兵变 这个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尤其他对比较前一个朝代叫唐朝 那个兵变如家常变半 可以判了又服服了又判 判了又服这样子 对因为兵为将有嘛 就是士兵是将领他自己招募自己训练的 所以才会搞成这样 他是武将出身 但我们刚刚讲赵匡应跟别的武将不一样 因为他家学渊源 他从小受了比较好的教育 赵匡应优理文人 我们知道赵匡应 他在他的开国集团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 也很特别的人物 就是开国宰相赵匡 这个人姓赵匡 但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赵匡有一句话叫做半步论语治天下 对不对 赵匡严格讲起来 只能算是一个很普通的读书人 但是赵匡应对他非常的礼遇 赵匡应他即位之后 他也很快就在北宋 开始恢复的科举考试 宋朝的科举考试基本上 就名额以及考中的这个人的地位 后来的初度来讲 都比其他各个朝代要好很多 优待知识分子 变成宋朝的一个重要的祖训 我可以告诉各位 赵匡应据说立下三大祖训 第一个祖训就是善代才家子孙 各位这很难得的 我们知道从刘豫串东径之后 大部分后朝的人 几乎都把前朝的皇家子孙 几乎都杀光了 这基本上赵家能够善待才家子孙 这一点其实非常不容易 各位知道才家子孙 最后是怎么被歼灭的吗 才家子孙最后是跟赵家子孙 共同在崖山战役中死掉了 也就是说才家跟赵家是共存亡的 第二个就是不杀大臣及严世观 就是我刚刚讲的优理文人 这个宋朝即使是大奸大恶 像什么蔡金甲四道都没有被杀 整个宋朝三百多年 只杀了一个重要的大臣 就是最近很红的 满江红的岳飞 但是杀岳飞有特殊的原因 各位三百多年只杀一个大臣 其实这相当不容易 宋朝是用西方学者的说法 像施景谦等人说法 他是真正贯彻中国理想中的 开明专制的典范 这个宋朝的大臣 可以直接向皇帝敬言 而且官僚世代或者群体的力量 一旦串联起来 连皇帝都拿他没有办法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三个祖训就是 永不加农民的田赋 我告诉各位 赵匡英立下这个祖训之后 往后三百多年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朝代 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农民叛乱 我们前面说的像皇朝之乱 再早一点黄金之乱 或者我们之后我们讲到了 比如说像元朝末年的红金 像明朝末年的农民军起义 就是所谓的流寇 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 这种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动乱 在宋朝三百多年 从来没有发生过 非常不容易 在赵匡英的努力之下 建立了一个像样的中央政府 各位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说的 中国终于被整理的像个样子 就是从赵匡英开始 因为还有一点就是后世的批评 就是说为什么赵匡英要建都在开封 因为开封四周都是一马平川 无险可守 除了北面有个黄河之外 基本上无险可守 但是这个时候黄河冬天是会结冰的 所以契丹的部队是可以跨河过来的 所以造成这个宋代有很重的国防负担 他在黄河南北要布置大量的兵力 这个我可以告诉各位 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洛阳跟长安 已经非常的残破了尤其是长安 当时陕西等于是第一线 后来西夏崛起 陕西等于是第一线 已经不适合再当首都了 再加上洛阳也因为几经战乱 在后唐时代曾经一度迁都到洛阳 但后来洛阳就始终发生战争 赵匡英曾经任命使首信 担任洛阳留守 就是好好整理洛阳 赵匡英年轻在位的时候 他也说过 未来有一天还是希望能把首都迁到洛阳去 因为洛阳的形势比较好 洛阳中间有所谓遥寒之谷 遥山寒谷官 还有所谓的胡劳官 还有这些重要的关口 关卡金庸城等等可以防守 可是后来还是事与愿违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时 宋朝他养了很多官很多兵 所以他很依赖南方的朝域 我可以告诉各位基本上 大概到五代十国之后 北宋建立之后 基本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心 基本上就在南方了 虽然南方的人口跟北方当时还是差不多 但是南方的物产已经比北方要丰富非常多了 基本上北方的政治跟军事的运作 要靠南方经济上的支持 这个已经是个客观的事实 很难改变 而开封刚好就在 就是我们讲的汴京 就在朝运的枢纽点上 这张图就很清楚了 这里就是运河 大家可以看这个线 这开封就是在运河路黄重要的一个节点 交通要到 所以是的 当时北宋必须要建都在开封 才有可能应付我们刚讲的这样一个状态 不过告诉各位 这个开封在北宋的长期经营之下 成为当时世界繁华盖世的首都 这个各位有看过清明上河图吗 威震天下 对不对 你看过就会知道 当时开封的人口最保守估计大概140万人 各位可能会停140万人好像没什么 各位这个在古代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140万人的城市 这个清明上河图现在已经发展成清明上河学了 各位 因为里面有太多形形色色的图案 显示当时中国的产业状况 以及当时中国整个城市发展 手工业工商业 甚至有服务业 这都在里面完整呈现出来 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 这个前几年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还把它做成动画 那时候两岸还比较有观光客过来 到观光客看到之后都是鼓掌叫好 哲哲称奇 我们希望故宫博物院多做好事 对不对 这边我补充一下上河图的事情 因为大家讲到北宋 都想到清明上河图很繁华 然后有人说不对 这个原始图不是已经 张哲专画的版本已经没有了吗 那我要跟大家补充 后世的画家 能够临摹清明上河图 是验证其画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而且皇帝们喜欢画家去临摹清明上河图 那什么叫临摹 临摹基本上就是copy 就是再画一份 复刻 复刻他的意思 所以这很厉害的画工 根据朱宏老师的考证 他认为这个是真的有呈现当时一个样貌 这边也跟大家做个补充 在赵匡应的努力之下 宋朝的政治情势就稳定了 经济比较可以开始发展 各位不要认为说赵匡应这时候好像还在打仗 实际上这个时候北宋的经济已经开始逐渐在复苏了 其实从郭维时代开始就奖励农商 然后奖励农民能够早日安定下来 耕种然后建立比较好的税制 到了财种的时候也是这样 到了赵匡应的时候更是如此 这边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在赵匡应手上从唐中叶安死之乱以来 到这个时候为止将近200年的动乱 血腥 屠杀 兵变在赵匡应手上尘埃落定 就这一点来讲他对国家对社会 我们可以说有卓越的贡献 他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 树立了一个规模 对后来的整个中国的政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这都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所以刚才学长把我们讲了 宋太祖凭什么秦皇汉唐中宋太祖 凭什么会被列入是有原因的 我也跟大家报告一些具体的数字 安死之乱起于西元755年了 到了宋太祖即位赵匡应即位 你看我们这个上面960年了 到他过世976年 抱歉还没完全同意 如果你要严苛一点算的话 宋终生没有打败了 他是统一的中原地区 但周园也没有全部拿回来 但是基本上整个宋的领土是很完整的 而且就像刚刚学长提到 农民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因为大任市的系列 我们其实想提倡的是一个观念 因为现在所谓的人民史观很流行 群众史观很流行 他会去强调社会人民文化 在台湾流行所谓的经济社会历史 这一块社会经济史 那这一块里面往往就忽略了个人 改变时代这个意义 有的时候时事造英雄 但英雄也可以造时事 它是不断交错产生的 我很喜欢提的一个例子就是 拿破仑是先有拿破仑 才有拿破仑时代 还是因为有拿破仑时代 需要时代才有拿破仑 在我看来 如果拿破仑这么特殊的 这么会打仗的一个法国皇帝 出生在法国边陲 刚刚被收入的皇帝 然后来翻云覆予这个风云 19世纪上半叶 要出现所谓拿破仑时代 我认为也是不容易 而且他又传播了民法典 当然这个拉远了 我拉回来讲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像朱温 他有一定的政治性 但是他很粗暴 因为他的文化太低 文化真的很低 朱温年轻的时候到处打猎 抢劫偷窃为生 加入韩武之后也没干过 没干什么好事 但是比他的兄弟好一点 他兄弟就十足的强盗 再来李存旭 李存旭的话他很会打仗 他有一个昵称叫李牙子 人家当时要封他叫冠军的称号 非常能打 他在位时间很短 因为他其实前期跟着他的父亲 其实已经在天下跟朱温抗衡非常的久了 他出道很早了 他十几岁就在打仗 就跟着他爸爸在打仗 而且他每一次都是当大将 就是非常能打 把朱温的后粮给打残之后打灭了 那成为中原一霸 可是当他当上皇帝进到了洛阳 请记得刚才天下中心依然在长安洛阳 只是形势已经渐渐不行了 那在这场中 他见到洛阳的时候 他就憨吐响了 那没多久就在新教门之变当中 就被政变给灭亡 虽然他所建立的后堂这个政权 后面还有很精彩的故事 但是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讲 就是你看他没有办法真正形成一个常规 那再来讲到 没有政治sense 没有政治sense 对没错 那这三大霸主呢 最有政治sense就郭荣 但是郭荣他年轻的时候经商 他跟着郭威 也是真正起于航母之间 他们早年都是在后汉高祖刘之源的帐下打仗 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文化的政治 但是比起一个光幻世家子弟出身的赵荒映 底子真的是不一样 赵荒映看起来真的很像横空出世 但是就我们今天这样子去细旧爬梭了他的家学渊源之后 就会知道说他有所谓的光幻底蕴 有所谓的不一样的视野跟当时这样很不一样 而且他又是不释出的 就非常能打仗 他爸爸已经很能打了 他真的是非常能打 他年轻的时候打仗总是有猛冲仙 而且他非常擅长打寄兵作战 而且很重要一点是他很得人心 他很有群众魅力 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 就是他周围这些死守信高怀德这些人就很服他 前面讲李世民我们就讲过 一个领袖的领袖魅力真的是很重要 那种领袖魅力往往是天生的 很难后天做一个什么样的训练或者培养 我也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这个大任私人这个系列 有很多朋友比较喜欢听一下汉武帝 像唐太宗没有说这些是很伟大的皇帝 就讲到宋朝各位还是传统观念 为一个文弱的王朝 虽然我们刚刚有做一些解释 他的政治跟文化经济方面的成就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 在汉武帝统治的时代 中国不断的对外战争 一方面为了开疆拓土 二方面是为了对付匈奴这个难缠的敌人 宋朝到后来等于是用钱买和平 看起来好像是对这个国家来讲是屈辱 当然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宋朝一点都没吃亏 因为每一年宋朝付给契丹还有西夏的税币 因为边境贸易的关系 中国连本带利全部赚回来 而且当时契丹跟西夏还要用北宋所铸造的铿钱 简单说这些国家表面上在军事上 好像占了中国便宜 但实际上在经济上反而被中国控制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也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建构 尤其残缘之盟之后 宋朝才能够发展出如此辉煌的城市跟物质文明 所以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一体两面的看 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让你选的话 你要选年年作战兵凶战围的汉武帝时代 还是你要选像唐朝这样一个非常阶级森严的时代 你还是要选宋朝这样 人人可经商人人可读书人人有机会可以考科举 大家都可以有出头的机会的朝代 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 另外再补充一下太祖所留下的架构 他基本上把权力分开了 虽然一样有宰相 宰相过去就是他把它改变了 就是说他把钱给剥夺出来了 也就是说像是赵普他是宰相 但是大家知道行政权依然宰相来负责 比如说当时还捉了很多的副宰相 例如说参资政事等等 重点是把财政权给剥了出来 财政权就非常异常 中央就有所谓的三思史 就王安石很有名 这个起手势嘛 自治三权就要掌财政权 他那时候就是要把财政权收回宰相生下 但是在北宋开国初年的时候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免权力过度集中 当然是避免权力过度集中 除了把权力剥分出来之外 还有一个点就是 那你皇帝有没有专权 这是一个概念 皇帝过分集中权力 那你把权力剥出来没有错 但是等于说整个国家的机械运作 就紧赖在皇帝身上 反而会有一些副作用 当皇帝戴政的时候 对国家的运作很不利 最有名对赵祖就是明朝 胡维庸案之后就把宰相给废了 太祖杀了多少人啊 我们这个系列后面也会讲到明太祖了 赵荒益是一个很宽厚的人 他对待属下很宽厚 然后杯酒士兵权也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 大家可以想 为什么宋朝开始有这么多的小说 喜欢把时代设置在宋朝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宋朝开始发展出 所谓的平化 就是赵茴小说的前身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宋朝真的留了很多 非常有趣的故事 而这些有趣的故事就从太祖就开始 比如说杯酒士兵权当时 他就把死守性高怀的这些人找来 他怎么做呢 他跟大家喝酒喝酒 兄弟们嘛 是他还真是结为异兄弟啊 这有唬烂啊 那这些人呢 很浮躁荒益 所以喝酒喝酒 说他就问大家说 大丈夫呢 是不是能够荣华富贵 然后让后世子孙呢 能够享受这个福音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人生乐事啊 要是简单来讲 就是说这才是人生啊 这才是大丈夫在追求的 你们打了一辈子的仗为了什么 对不对 就是为了荣华富贵 子孙富贵嘛 就是这样 我可以告诉各位啊 中国历史上能够不杀开国功臣的 能够好好善待开国功臣的皇帝很少 汉官五帝 再来就是赵匡胤啊 我们前面讲七少年 然后赵匡胤后来 他真的说到做到了 他的赵家子孙 真的就跟十家高家的子孙 不断的在通婚 结为儿女亲家 所以我觉得就这点来讲 他这个比起我们前面讲 像这个汉朝 或者是我们以后会讲到的明朝来说 他对他的部下算是相当宽厚 相当宽容的 他甚至对他的敌人都很宽厚 没错 基本上他灭了敌国的元首 就是投降的元首 大部分也都给予善待 就这点来讲 赵匡胤称得上宅心仁厚 他等于是彻彻底底把中国五代时期 那种杀伐的气氛 彻彻底底做了一个扭转 开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太平 就这点来讲 他对老百姓来说 他是一个好皇帝 这边给大家做个补充 宋朝当时大家可以看到 在赵匡胤时代 陆陆续续把南方都给荡平了 后属南平武平 这个南平武平以前是所谓的 石国里面的所谓的马楚 南唐南汉这些国家陆续当兵 那这一些国家的君主或者是领导人 有一些就直接投降宋朝了 继续做官不要害怕 子孙国很好 像南唐下面还有个清援军 这个地方大概就今天的张权这个地方 他是这个十过年的敏国的这个残余 他也不文在他 那更厉害还像吴越国 吴越国在浙江跟今天的福建北部 主要以浙江为核心的 尤其是钱塘江跟太湖流域 勇国七十几年 最后是到了盛代宗时代 这个吴越的后祖 这个前属才和平统一啊各位 很少见的和平统 但是太祖真的守住他的诺言 中太祖一事 我吴越你就臣服没关系 我不动你 我真没动你 因为吴越从一开始就四大主义 他就是中原是谁跟谁姓 所以宋在打南唐 问南唐你要不要投降 这个南唐写信给吴越说 我死你也得死啊 吴越说No 我跟你决裂 他们吴越国主王姓是姓钱嘛 吴越国主不管换谁 牵制披挂上阵 宋朝给他封了一个 天下兵马元帅这样的一个称号 他带着吴越部队就跟南唐就打进去了 但是他真的没有毁弃他的诺言 吴越继续当个小方法 赵家善待南方这些国家 能够用和平统一就和平统一 那战争也尽量不要有太多的杀戮 这也等于是为自己积德 谁也没有想到150年后发生靖康之难 赵家的子孙逃到南方去 就在前吴越国的首都杭州 另建林安府 又在南方偏安了150几年 所以这历史真的是很难讲的 赵光毅跟他的弟弟赵光毅 后来秉持这个政策 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让国家的损失降到最低 也等于是给自己的子孙 后来留一条路走 我想这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注意 对然后我最后补充就吴越国的后代 跟宋朝一代相死相终 很多人还当过大官 我就问哪一个朝代有这种度量 可以让之前的割据势力能够真的 他就是让他进到官场去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时代 我们必须这么讲 浙江前世后来出不少名人了 到了近代都还是 钱其成钱牧都是浙江前世 就可以知道钱家到了后来 还是非常昌盛的一个家族 学长你不要忘了 百家姓赵钱孙 对对对 钱牌第二嘛 对 这个宋朝的赵家真把钱家当股东之一啊 没有到这种这么大的一个攻击 他其实是一个小的一个政权 我觉得这种东西他就是一个正向回归 所以他真正改变了整个中国的一个风气 因为唐朝是上午我们知道 尤其唐朝在安死之乱之后 我们说两百多年大亂死 真的是天天打仗天天死人 可是到了宋朝之后 为什么宋朝为什么变文弱 其实不能说宋朝变文弱 但是宋朝确实文风重新新生起来 所以新理学新儒家理学而产生了 那我们今天关于宋太祖的讨论跟介绍 大概到这里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 这太祖其实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一个皇帝 他具有很特别的人格特质 其实也横向比较就知道 他能打仗能文能武的一个人 而且重点是具有战略远光 具有一个大皇帝的高度 这一点从他的弟弟后来太宗 即位之后你可以发现 太宗在打仗方面还真的就不怎么行 在政治手腕方面 也跟他哥差了蛮远的一个距离 差很远 即便是兄弟同一个家学长大的 但是你看 这个就是大任事人当中 要跟大家来讨论的 就是英雄他也会创造十代 所以我特别打五代的三个霸主 横向做比较 当然还有很多因素 第一个你要活得够久 你看五代霸主 各个当皇帝撑不了几年 五六年基本是ending 最可惜就是柴隆 柴隆39岁就死了 太可惜了 再来你要有眼光 然后再来你要有长远的战略的规划 你要文武之间要如何平衡 你要有用人的能力 他可以带一兵降临 但是他也可以像赵普这些文人来帮助他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讲说 宋太祖算是一个很被低估的皇帝 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今天呼来座谈 我们的历史讲堂 我们再次谢谢王立本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 支持我们这个系列的话 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最好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 或者是可以超级感谢超级留言 或者可以透过线下支付的赞助宝 比如说绿界PayPal支付宝 我们会放在片尾的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越做越好 好那可以让我们的内容越做越精致 好那我们继续来努力 我们期待下一期再相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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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